就這樣看起來的話它跟傳統的統計學的話是比較不一樣的 然後金融書具來分析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用傳統統計學的知識沒有錯 但是當你在建這個模型去解釋 為什麼分析出來的那些分佈的狀況跟你想像不一樣的時候 物理的東西就會進來 就是像你剛剛確實已經講到 就是說可能大家會覺得是常態分佈在 就是機率性的常態分佈這樣 但是結果卻不是 所以就在這種情況下去導入一些物理的概念進來看 就用他們做物理的經驗 然後去建構一些模型來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是這比較辛苦的就是說 你必須要了解金融市場的各種專有名詞 還知道那些量的定義 你才有辦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移進來 等於說你本身可能比較沒有做過這種金融類的相關的研究 那就是利用物理來做的話會覺得有什麼瓶頸嗎 我們對金融的了解實在太少了 可能連金融人對金融人對金融市場的了解都不是這麼多 我是只學術解釋這一塊 我一開始我跟我指導教授基本上兩個都是門外漢 他是做生物物理軟物質的 那我們兩個也是先找了一些物理界裡面 然後經濟物理做得不錯的人的論文來看 也是從這樣子出發 然後先模仿看人家建了什麼model 有人會拿賽局理論來玩這個 那有一種叫做寡勝賽局 就是少者為贏的那一種 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模型 我最早是把那個模型的最簡單的樣子去模擬出來 然後重置他的結果然後有一些概念 然後再把一些大肆的東西慢慢弄 才建構出我們想要做的模擬系統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現在後來用的就是order book 就是那個買賣委託部交易的系統 就算是在經濟物理模擬裡面比較大 蠻多人在用的 因為它就是實際下單的樣子 就是買賣單怎麼掛到交易所 然後兩邊怎麼撮合投資人怎麼丟單 基本上我自己做模擬系統的程式就是 以這個東西為主了 只是說我們賦予投資人不同的屬性 然後去看看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跟以前拿數據分析的時候 那個畫出來的分布是差不多的 就是要解釋它就對了 所以等於說你的指導教授原本也不是做這塊 對 所以我們兩個是 你成功的說服他說 一起來試看看這個吧 這個真的是有點走運 因為剛好我那個時候指導教授 他下面的學生 剛好就剛好畢業 博士生、碩士生幾乎都清光了 只剩下另一個碩士的學弟這樣子 我覺得他可能也需要人管理實驗室吧 他覺得你這個上過我的課感覺 塑形良好 品性還可以 應該可以來幫我管理實驗室 然後就願意收我跟他一起奮鬥這樣子 然後當時的時空背景是這樣 因為我研究金融市場比較久 也不是說不是學術類的 就是股票啊 實際的 期貨 對 食物的經驗比較久 所以呢 我們就是你教我我教你 像我們有時候在讀一些paper 那些金融的東西 我就會教一下他這個是什麼 然後有一些學術的東西我看不懂 他就會告訴我 這個該怎麼解讀該怎麼看 就是你教我我教你 你拉我我拉你 就完成了我們兩個的研究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是哪一個老資道教授 或是說他現在還有在做這一塊 還有啊 就中央物理的陳軒毅老師 所以如果學弟妹對這種 經濟物理有興趣的話 不過我還是要幫他講一下 他主要的那個 主軸還是做軟物質跟生物物理 所以你要去找他做 他也不一定會收你 還是要看情況 對對對 他才有跟我講過 所以當初是你成功說服了他 也不能算成功說服 我覺得真的是缺人管實驗室吧 去幫他管理一下 所以也是一個嗆死嗆死就對了 對啊對啊 因為學者型的人 他們都會廣播各種科學的介紹 雜誌 然後就發現一個早期做非線性物理的 還有另外一個做統計力學的 他們同時都有做經濟物理的研究 而且這兩位除了學術有成就之外 重點是他們兩個 還真的在金融市場賺錢 那其中一個現在還在管理一間法國的基金公司 他是leader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是賺到錢 要把他基金公司賣了 所以這兩個都是很猛的人 然後他最早是看到這兩個 然後他還跟我聊 然後後來這樣子一連串英文機會 我才進到他的實驗室這樣 南部有一個老師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應該高雄啦 高雄我忘記是哪一間大學 這可能要查一下 突然間讀博士生馬 就會到處看paper 我是在看paper的無意中發現的 我才發現天啊 台灣還有人在做經濟物理 而且 這個領域裡面算大咖這樣 不是大咖不是大咖 但是感覺他做的東西 我覺得有意思 我覺得他的東西是有意思的 只是我怎麼完全都不知道有這個人呢 就是很低調自己做的一個老師 應該說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先把這個四個字 經濟物理四個字 輸入google 看有沒有新的人開始做 那我不得不說 真的就是 台灣喔 真的就是比較少的人在做這個 那國外的話 有人聽說哪一間學校 或是哪一個老師做這種算賣 日本 至少離我們比較近的 我知道日本就有做的很好的團隊 因為我們後來有看一些paper 我們發現他解釋一些東西 真的解釋的不錯 蠻厲害的 而且是很硬的統計力學的學家 然後大陸也很多人在做 因為我去大陸參加過 他們辦的經濟物理研討會 我覺得那個時候 兩岸的關係 還比較沒像現在那麼緊張 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我在上海住一個禮拜 感覺還蠻好的這樣子 大陸蠻多老師在做的 那現在應該比較困難 看你要不要去 日本 日本也有這些老師在做 但是你能不能到 而且可能他們都要講日文 英文應該可以 基本上做學術的老師 通常都是可以講英文的 只是你要不要去而已 對啊 好像是高師大 隱藏在師大裡面 高師大 然後這位老師的姓很特別 我看過他有發過幾篇paper 在主題是經濟物理的paper這樣子 然後以前台中中心大學也有 但現在好像這些老師 都沒有在做研究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還會在收學生 知道為什麼沒有做研究了嗎 因為賺到是不要不要的 再補充一下 政大不是成立一個應物所嗎 他好像就是主打社會物理學之類的 可能就要去了解他這個所 有沒有這一類的老師 所以是可能去找一些 應用物理類的系所 但是真的很少 台灣真的很少 但是其實這一類的研究 會不會搞不好在 應用數學或統計所 可能喔 可能有 就是相對起來 其實不用拘泥在說 要在物理上面去 因為畢竟還是不一樣 導向不一樣 我覺得真的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 例如說我剛剛講資訊正夯嘛 你可以去找一個資訊的 然後他是做研究金融市場主題的 然後讓你練習 順便一邊寫程式 練習寫程式的同時 你又是做金融的主題的話 可以了解金融的東西 去做一些回測啊 策略的檢驗啊 都可以啊 我覺得這就是 至少你跟食物賺錢這邊 沾的邊比較多 我那個學術是差超遠的 有這個志向 你要往金融業的 比較這種研究 或是數據分析的走 其實也不一定要一直鎖在 物理這條路上面 是 所以可能說一些數據 數學或是統計類的 可能 因為就我所知 那一塊 應該做金融研究的也不少 絕對有 絕對有 因為我們那個 大一的維基粉老師 據說也是 有做蠻多這一塊的研究 所以我們有做蠻多的